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杨将,看不惯一个人,记住这四句话,你就赢了 作者,逍遥子,让我们一起来听 其实啊,对方怎么看你,做到心中有数,就行了 其余的,不要管,只要做好自己就好 记得杨将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甘愿当个灵,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 我正好能够把瞧不起我的人看个透 假如看不惯一个人,遭遇分歧,不必争个输赢,画出高低 对方怎么看你,做到心中有数 其余的,只需做好自己 一,不争,减少是非 白居易有句诗叫做 这是其晚年隐居中南山时写下来警示自己的 白居易年少时总是三十七太壮,胸中多是非 面对世间的看不惯 眼里进不得一点沙子 看见权贵的娇奢淫欲 他写下 遇见贪官的恒征爆脸 他写下 躲我身上暖,埋尔眼浅恩 面对生民多奸,他哭道 历尽不知热,但兮夏日长 孤儿树敌过多 一生经历患海沉浮,历经磨难 几次痛不欲生,心灰意冷 到了老年,他看透了世事 终于明白,生命快乐仅仅在于眼前的平静 感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平和 我们多数人的一生并不会辉煌 也不会有宏大的理想 其实平平淡淡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 所以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小事 既然已经在理,不如选择退让 两人在争吵 退让者更具风度 两人有心结 道歉者更有气魄 有理子的人才能放下面子 有自信的人才能弯下腰 恨不止恨,爱能治恨 世界上最温柔的人也就是最强大的 与其较劲地说清 不如放下看清 如此方能远离是非,保全自己 二 不理 沉默是金 作家巴金自写作以来 作品广受关注 受到不少图谋不轨之徒的多番指责和辱骂 对待这些不堪入目 巴金只是淡淡地回应 我唯一的态度就是不理 涵养深沉的人 大多都有高于常人的思想境界 和尚外出游历 被一个年轻人撞到 本不欲理会只走自己的路 但年轻人却很懊恼 一直跟了几天 用尽各种方法进行羞辱 和尚仍是不理 年轻人见骂不动 逐渐平静下来问他 我骂了你这么久 你为何一句话都不说 和尚方才转过身说 若人送你礼物 而你拒绝接受 那礼物又该归谁呢 年轻人听后 顿时醒悟 无地自容地走了 回头一看 我们大多数正是缺少 他那样的修养和豁达 常言道 雄辩是银 沉默是金 不妨换一种心境 不予理财 他强任他强 清风拂山岗 他横由他横 明月照大江 就必然会泄却心灵的羁绊 远离烦恼心旷神怡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沉默是最好的反抗 面对挑衅 有时候需要沉默 这种无言的悔激 常能使对方自知理屈 自觉无趣 获得比强词辩解 更加的效果 三 不怒 放过自己 有一个妇人 常为路边一些 看不惯的人愤怒 他知道这样不好 便找到一位高僧 希望能够帮自己开悟 高僧停后 令他到一屁净处 落索而去 妇人见词 气愤至极 骂了许久 无人理会 又转为哀求 仍然无果 高僧来到门外 见妇人平静下来 便问 还有气吗 妇人说 我现在只气我自己蠢 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受罪 连自己都气的人 怎么能不气别人 说吧 高僧再次离开 又过了一会儿 高僧又来问 还气吗 不气了 气也没有用 妇人说道 高僧停吧 再次离去 等高僧再次来时 妇人说 我不气了 这不值得 你心中还有衡量 说明还有气根 高僧笑道 妇人问 大师什么是气 高僧端来一杯茶水 撒于地上 妇人沉默良久 叩谢而去 何苦要气 他人已经将之吐出 你却反而要吞下 其实当你不去看时 他早就消散了 胡适曾在一份信中写道 我挨那些人十几年的骂 但从来都不记恨 他们要骂的不对 我反替他们着急 若是骂得太过 则有损他们自己的体面 我更替他们不安 如果觉得骂得好 那我更是心甘情愿了 胡适这种面对他人的辱骂 所表现出来的平静 幽默 宽容 不失为放过自己 安详岁月静好的良方 有一位诗人说 生气是用别人的过错 来惩罚自己 神表同感 事实一变 人各不同 不免有不合心意之人 知识知悟 但人生苦短 幸福尚且享受不及 又何必把时间浪费在 折磨自己上 亲爱的朋友们 往后余生 不要再愤怒 学会放过自己 将自己的精力 花在生活中 最美好的事情上 四 不义 修养口德 格言连毙告诉我们 静坐 长思己过 闲谈 莫论人非 每个人的一生中 可以有很多修行 但口德 一定是一个人的 首要修行 即使在看不惯一个人 都不要在 人前人后议论 你即便说的再多 也不会改变别人 反而让自己 一身力气 有损福报 胡适 年少 丧父 从小有母亲 养大 当时 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两个儿媳 总是对母亲 说些刻薄的话 即便如此 母亲既不在 人前争辩 也不在 人后 土酸水 大儿子 大哥好赌 欠了一屁股债 母亲也不说什么 只是默默 替儿子还债 正是母亲的 口德好 每次吵过之后 儿媳们总是 态度诚恳地 主动赔礼道歉 大儿子 也始终对母亲 极为尊敬 杨将先生 有段话说得好 人家挂着窗帘呢 别去亏望 宁可自己也挂上一个 华丽的也好 朴素的也罢 如果你不屑于挂 也懒得挂 不妨就敞开 赤裸裸的窗户 不过 你总得尊重 别人家的窗帘 能说话是一种本能 守住嘴 却是一种修养 守好口德 不忘以人非 既守住了 最基本的修养 也是一个成年人 应该有的成熟 人生路漫漫 行人无数 各有不同 面对看不惯的人 做到不争 不理 不怒 不义 做内心强大的自己 活得通透 活得自在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够 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 耐心聆听 感谢您的 感谢您的